做電視節目,最記憶就是沒有nice 大台聲明這個道理 你以為攀任節目,真是煮食給你看? 少年,你太年輕了 其實都是製造話題被人罵 說到罵了吧,素斯王真是權威 他幫無線拍的show good 每集都罵人,有次去澳門吃手製雪糕 他嫌人地買10元太貴之餘 吃完還用雪糕桶訂大叔吃飯 令港管局受了不少投訴 還有mey姐馮美姬 因為節目有雞汁贊助 每晚煮菜到下雞汁 他跟兩位拍檔思琦妹和沈大師 每一集都會… 真是聽到,都煩了 而肥媽和六號明的食便點系列 六號就做肥媽的下板位 網民都罵他常常擦肥媽鞋 有些網友還說他們兩個常常打情罵鈔 看得眼淵 要找個好像方泰一樣 靜靜經經煮個菜的節目 好像更難喔